单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频道 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 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QR Code 同时按下订阅钮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 还有还有我们有很多独家的好康网络影片 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恭喜子晴是去年登记结婚 现在也是幸福人妻 但你说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都是一个一直委屈自己的那一个人 对我觉得我谈恋爱的时候 跟很多女生很像 就是我们很容易会把对方 当作全世界一样 然后以他为中心 所以就很容易会委屈自己去配合对方 然后很常就是自己的不开心 都会去忍耐 像我记得那时候 我以前有交过一个洁癖的男友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 小女生就很喜欢穿那种毛茸茸的衣服 所以那时候跟他出去约会 他就叫不要靠近他 因为他的衣服 就会沾到我的毛 所以就明明是约会 然后再迷超远这样 然后不熟 然后如果我有化妆 就不能跟他抱抱 因为妆可能会沾到他的衣服 天啊 也蛮合理的啊 哪里合理 不合理吗 可是你就很受伤 就比如说你要抱他的时候 就不要这样 你今天有化妆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受伤 化妆应该看起来女生 对 女朋友这么漂亮啊 会情不自禁拥抱什么的 而且因为我没遇过这种 就是以前一定我化妆 抱男生都OK 但就是可能像遇到这种 我就会配合他 就出去可能不化妆 然后他不喜欢我穿的衣服 就不穿 然后去他家 就是因为怕把他家弄脏 还要把他打扫 就是一切都配合他 我就觉得 因为可能是 蛮辛苦的 对 就可能是单亲的关系 就是很怕会 就是被抛弃的感觉 所以我就会很 尽力的去满足对方 就会把自己的不开心 就是隐瞒下来 可是到后来还是被劈腿 那我就觉得很悲惨 他选择了一个没有穿毛毛衣服的女生 选择了一个素颜 选择一个素颜 喜欢裸体的女生 很干净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好像 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而且他那时候劈腿真的很夸张 对 你后来怎么发现的 就是那时候其实他是一个 很常突然就说 我觉得你最近不要再来我家 然后就好 因为他可能不想我烦他 我就好 他不叫我不要去 我就不要去 好乖喔 叫你不来就不去 我怕他讨厌 所以他说什么 就每一人都这样 他说什么都会听他的 所以他叫我不要找他 我可能真的两个月都不找他 然后他可能又突然找我 然后你就去了 我就又去找他 因为他就说 我需要自己的空间 需要自己的时间 我就觉得我可以理解他这样 然后 理解什么 一定有鬼嘛 两个月 你就不要来烦他 因为那时候也还小 也没有交过太多男朋友 所以就会希望是配合对方 然后当时那时候 他还是有一天突然就说 我觉得我们真的不适合 分手好了 然后我就说好 没关系 我可以等你 等你想和好的时候 你这么委屈喔 因为我觉得 他就说你也没有不好 可是我只是觉得我不适合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也没有不好 那就是现在不适合 那以后会适合吗 他就说那以后再说 所以我就说好 那我等你这样 然后我就发现隔天 他就把我FV刪掉了 然后就是反正世界很巧 台北也很小 然后因为我刚分手 还在情商的状况 根本没有时间去跟大家说 我分手 就是很多朋友其实不知道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朋友在 在这个某一个夜市 开了一个服饰店 他就打来说你还好吗 是不是跟男朋友怎么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要上个礼拜 看到他带那个女生去逛街 就是他早就 世界是很小的 对 所以女生委屈是换不回 男人的尊重跟疼爱的 那你跟你这个 后来这个老公碰到的时候 你还是要委屈吗 前期我还没有升级 就是前期的我 你还是1.0版的 对 这还是旧的我 我还是很 常常配合对方 然后因为我 现代老公就是 他其实很多优点 可是他就是有一个状况 是他要选择障碍 跟他脾气有点大 然后选择障碍这件事情 会让我很痛苦 因为比如说到吃饭时间 我就很焦虑 因为要想很多餐厅给他 他如果不喜欢 我们就没办法吃饭 那就要自己选啊 对我就是选 不是说10个餐厅 他不能他提吗 因为他不知道 他没有想法 所以我就必须想 10个餐厅给他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都是配合他 所以我自己想吃 我也不敢讲 我就全部讲完 他如果都没有 然后以前的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会哭啊很难过 只是这个而已 因为我很饿 然后已经不是说八点多了 他还是 他就是说 你为什么不知道 我想吃什么 然后我就 你想这么自己讲啊 我就说 我给你这么多餐厅 然后你都不要 然后他就会很生气说 你应该要知道 我喜欢吃什么 所以我就很崩溃 觉得天哪 我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所以就变成 每次约会 我其实都要吃饭 我就很焦虑 可是他是每一次 每一天都 喜欢吃的东西都不同吗 对就是你要想到 他每一天都不知道 他想要吃什么 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 他自己都不知道啦 对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要想 我要讲出一个 诶 我想吃这样 所以比如说 他如果昨天吃 他想然后跟他灵感 刚好两个有相互 有肚痛到 这也太难了 很难 所以那时候 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就会每次 比如说 今天要吃炒饭吗 不行 我昨天吃卤肉饭了 我想说 卤肉饭和炒饭不一样 饭的都不行 就不行 一定要是他想吃的东西 好难喔 然后我就是以前配合他 所以就一直 他想吃什么 然后就一直想一直想 吃饭是每天会发生的事情 居然可以交往五年 那后来分手原因是什么 其实就是小事 也是在选吃东西吗 我刚才有点免疫了 我记得是小事情 就好像是有一天 约了我们 即点要去做什么事情 然后时间到了 打给他不接 然后我就知道他睡着了 因为他是很常 会突然睡着的人 然后我就想说 他怎么又这样 突然睡着 他很常突然睡着 因为他有呼吸中止症 所以他很常 就是坐一坐 就会睡着的那种 然后所以我就知道 他又这样 然后其实也不是他的错 可是我就觉得 天哪我受够了 就是我到底要这样子几年 就如果真的结婚的话 就那时候已经交往 五年六年了 我就想说天哪 如果要一辈子这样子 我觉得我好像受不了 所以你一直在配合他 对 然后也没有吵架 我就是跟他说 那我们分手吧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 很容易心软的人 就是每一次恋爱都这样 我就是每次心软 到最后有一次 就是我被劈腿了 因为我每次他求我 我就会和好这样 所以我就很下心 来跟他说分手 然后隔天我就买了个机票 就先飞走 就是让他找不到我 然后也联络不到我 这一次有下定决心 对 他刚开始的时候 也都没有难过 结果他大概几个月之后 发现他失恋了 他反应有点慢 我觉得他是不知道 该吃什么都难过 没有人跟他 他没有意识到 这样的女生去哪里找到 对 这哪里有这种人 对 他就突然意识到 开始意识到你的好 对 然后因为我是前期很难过 可是几个月之后 我觉得好像可以慢慢好起来了 开始有自己的生活 不再是以对方为重点这样 然后他就开始有失恋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会喝酒 然后跟朋友说我失恋了 然后他朋友才说 你们分手了 就大家才知道原来我们分手了 然后他当时才发现 原来他有多爱 我跟我有多重要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下定决心 要把我追回来 那他做了什么事情挽回你 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分手的时候 因为我是一个说绝对不可以吃回头草 因为我以前每次都吃回头草 然后就被劈腿嘛 然后我说这次我真的要改变我自己了 绝对不行 虽然我就是到处跟每个朋友说 不要叫我和好 不要 谁叫我和好 就不是我朋友这样 然后大家就看出我的决心 然后可是他真的很厉害 因为毕竟单身了 就是你会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嘛 就是去一些聚会 然后他当时很神奇 他永远知道我在哪里 他都会知道我在哪一个包厢 然后 手机有被安装那个 没有 他失败很多 对 他装脚的安插很多 可是在哪一个包厢 那个看不到吧 追踪期 那个包厢很难 对啊 他就会在那个包厢打开门 然后就说 就不是说他看到我跟一个男生在聊天 他就会坐到我们的中间 然后说那个男生就说 你好 我是他前男友 然后给他握我手 说也是他未来老公 他就会有什么 这样很棒耶 放到橘耶 很有趣喔 他好可爱喔 我那天的橘就不用完了 然后就好多次这样 他就是不只在整个台北下手 比如说香港 新加坡 香港会出现 就是只要有香港朋友 我也说 有没有香港朋友介绍 我觉得好像台湾 我已经找不到对象了 他也会放话到香港啊 北京啊什么新加坡 到处放话 到後來別的地方的人說 那個不是未來老公是那誰誰誰嗎 我就發現我好像 他的決心比你更堅定 一定要把你追回來 我就發現他的決心很猛耶 然後當然因為時間 有一年多的時間 然後我有真的看到他的改變 是因為前面交往那五六年 他是一個算不婚主義 就是因為交往很久 朋友都會問你們什麼時候結婚 然後但是他永遠都說 我幹嘛結婚 結婚不過就是一張紙啊 我那麼愛他有需要那一張紙嗎 所以他有沒有不愛我 只是他覺得幹嘛要那張紙 你要那張紙幹嘛 然後我就也沒有要逼他 就默默接受好 我們不需要那一張紙 可是因為可能單親的關係 我還是很渴望婚姻跟 可以有一個人依靠的感覺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 我還是覺得有一天 我可能可以感化他 就女生總是會覺得 好像有一天可以改變他 所以我就一直等等等等 後來發現他還是不婚嘛 所以後來分手 然後但這兩年就是我發現 他原本是不婚 然後到後來他飛去過過 他很需要 因為他需要個未來老公的證明 對 那個反差太大了 而且他以前是很少跟我家人互動 因為可能就是不婚的關係 他覺得好像不太需要跟我的家人 有太親密 沒必要 對 他覺得好像沒必要 然後分手了那快兩年 他很常就是都不是他跟我講 都是他默默去買水果給我媽 或者他知道我媽今天還沒吃飯 他就送便當過去 然後他都沒有跟我講 都是可能弟弟跟我講 或是媽媽跟我講 我就發現他在改變 然後其實就滿感動的 感覺像變了一個人 其實你覺得是缺點的 他通通自己自我修正了 因為他有說 他一分開之後 他就開始檢討了 他也覺得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讓我離開 因為他 他也是發現我離開之後 他才發現他有多愛我 就是如果我沒有離開 他不會發現 沒有痛不會成長 對 所以我也是那次的分開之後 我開始學著怎麼愛自己多一點 不要老是去把對方當作生命的中心 我覺得愛自己之後 生活快樂很多 就是不是把那個快樂的鑰匙 交給另外一個人 我的快樂應該是我自己去掌握的 所以升級後的我 我發現我過得更好 然後跟他的感情也更好 你沒有把他當重心 反而他把你當重心 你更愛你自己 他反而更愛你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是一個最完美的平衡點 而且我覺得沒有 就是當然我後來分開後 有認識更多的對象 我覺得沒有那個所謂最好的草 而是是不是那個最適合你的人 因為我覺得可能再有錢 或者是他再帥啊 對你再好能力再好 都比不上一個百分之百愛你的人 因為愛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但是帥的人永遠有一天也會老掉 也會醜掉 對 所以他們經過八年的考驗 這個分手之後 再兩年他的改變 我想問像H 是不是很多男生都這樣 分開之後才知道女朋友的好 不分開都不知道 都很難改變 這個不是只有男生這樣 很多女生也是這樣 但事實上有一個關鍵點是 你分開之後 他也成長 因為如果今天你分開之後 他還是一個 不知道吃飯要吃什麼的 你跟他講有一段 我自己就會想像畫面 比如說你說他會買便當去給你媽吃 你想像一個自己 不知道自己要吃什麼的人 光買便當一定是嗎 對 他要買什麼便當給你媽吃 這個口袋在那邊想 這到底他要吃什麼 對 這個是你光想像 你會覺得他在進步了 對 那你遇到這樣的一個人 如果他其他方面都已經 本來就很契合的話 他又改變了這個最大的問題 那當然是OK的 我覺得很珍貴 對 這很棒 好 這也是命運的安排 很幸運的 終究還是遇到了彼此 好 愛我就是要接受 全部的我 這個觀念對嗎 進廣告